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爾 鏡花先生 贏人者 我們今天會講一套愛情動作片 等一下 是不是喜劇片 我覺得今天最佳笑片 我先問一個問題 問吧 各位主持 知不知道什麼叫愛情動作片 當然知道 看過很多 大家已經靜光了 做什麼 今次講的愛情動作片 還是一般的愛情動作片 其實愛情動作片只是它的簡稱 還有分類的嗎 它的正式名稱是什麼呢 愛散略過程動作片 我想問的情緒去了哪裡 過程 對 這類電影其實是很高張的 我們一向都講編劇 無論故事都好 我們講的是起承轉合 而這一類愛情動作電影 它是有兩部份是會完全拔走的 哪兩部份呢 起承轉合裡面的 轉和成是完全拔走的 只是只有起同一盒 但是等一下 一套愛情動作片中間的過程 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嗎 錯啦 那些人是否非常的 沒有 其實 無論你們講的那類型的愛情動作片 和我現在講的這類的愛情動作片 它們都是大同小異的 如果我講的這一類就是什麼呢 你們知道開頭 和接著呢 就是打落金的 好 而你們理解那種的愛情動作片是什麼呢 他們是有相遇 是中間沒有結識的任何的過程 然後就交換一堆 那其實是成本和轉題沒有了 它是只有合格拍的 不是的 你太堅真了 但是現在有一些 就連電影都沒有 一開始已經是正在開的 你已經是有 我講的這類的愛情動作片 它厲害在的地方是什麼呢 觀眾入場看呢 是明明沒有中間的過程的 但是呢 你是會明白 就說 它做了些什麼 所以會發展成這樣 當然我知道的 這一類電影是需要 本身觀眾 是需要 它的智慧是需要 這些就是所謂的類型電影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套用 一套電影的身上 但是我也只管說 這類電影是需要什麼呢 你是需要著地 就是你不可以有一個很離地的故事 然後就是沒有了中間的過程 你會不明白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很著地的故事 你是有頭 你是猜到中間有什麼 你就可以接到我 其實中間就是這樣 其實我想說 講了兩三分鐘之後 聽眾如果沒有看過我們今天那套 的標題是什麼 應該還沒猜到我們說什麼 其實今天 當然 其實應該要這樣說 因為這個概念很重要 原來是這樣 在我們眼講這套作品裡面 叫做動作片 動作場面當然是有的 一般的愛情動作片 通常包括就是 愛情動作 三至四場的動作場面 一定有的 這套的確是有的 我覺得愛情動作片 都是國際標準的 你不如說 你的片是這樣的 開頭要打一場 通常大致上 都是由三至四場的動作場面去組成 你不如說華太平洋 都是開頭打一場 中間圍都打一場 最後海仔打一場 三場 而說動作片來說 動作片當然不能少的就是場景 對 場景是很重要的 視乎場景 而令到動作有幾高難度 以及幾大力觀能的刺激 對 然後緊設於場景 我相信一定是角色 我覺得 而角色 通常動作片的角色 一定是親身上集 很少找替身 沒錯 這樣才是很專業的 對嗎 很少找替身 不是 就是找替身就是不專業的 不專業 當然 愛情動作片主要都會是 通常是男女 或者是男女 或者是一大班男 或者是一大班女 是啊 即是沒有說過話 看哪一類 主要是人 我相信 差電影印度 荷里胡香港 都是有男有女的 不是的 看你那類動作 看你這類型的愛情動作片 都可以 他究竟 是屬於哪一個 打哪一個target 不是 你有些重口味的愛情動作片 可以不一定是人的 不是 這套都可以 是重口味的 是幾嚇人 其實我覺得 原作者 間山創 他是沒有說錯 他的確 如他所料 他真的帶了一些新的感覺 刺激 不是 間山創 他進去戲院看的時候 都覺得真的很刺激 哇 這套東西怎麼這麼熟面 他其實 其實告訴大家 一套愛情動作電影的新的拍法 嘩 很創新 日本人經常被人認為 是一個潮流的尖端 但你很多各方面的流行文化的時尚 我猜不到 特色都原來不是那個重點 這次的拍法 那個故事的鋪排 嘆為觀 我們跟著要說那套 當然 我們不想說 但我們都一定要說 這套東西 你不怪得我 大哥 我想說 花這麼多錢進去看 就是要說這套東西 你明白嗎 我們就是為了做字幕而花 這種事情 很精彩的一套 不可以這樣說 我是很真心想想 聽眾去分享 我第一套東西的時候 有多大的喜悅 這套東西叫做 很多人都認識的一套漫畫作品 一般上大銀幕 作為我們叫做動漫無雙 大哥 既然是這些大場面 大動作的電影 大作的漫畫電影 我們不應該先不看 說一說這個標題 我們說五分鐘都還沒 六分鐘都來等 連說一間生 只會猜到 我們要說的當然是 伏擊之巨人 不是伏擊之巨人 當然 大家記得我之前說 其實這套東西的別名 是叫做伏不之巨人 如果電影版的話 就是叫做伏擊之巨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適合 我看完整套電影之後 本來我也質疑這個 這個改名方法 但我發覺他真的很多東西 伏擊了我 你猜不到他的情節 我是很有前戰性 我看這套東西之前 我拍張照片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這套東西是伏擊之巨人 而裡面的極人 都如我所言 他幾乎都是玩伏擊的 還有 那些場面也能伏擊到我 即是人類的條件 不過要慢慢說 所以 故事 真是真是原作的部分 是哪一部分呢 就是開頭 講這個 在一百年前 巨人突然之間出現 那一節是完全跟蹤完整 那兩分鐘 一這樣玩 我覺得我咳出來的 那些還沒有畫面 還是得字的情況 有畫面 有畫面 有草圖 那些那些 那一節是真的跟蹤原著 很符合原著的音樂 其實是原著差距的 根本就是 那你改編錯 除了那個音樂之外 其實你不要再期望當中裡面 有些什麼 是跟原著很有關係 換言之 那九十分鐘 或者九十分鐘多一點 裡面 只有兩分鐘是跟原著的 這叫做原作裡面的三位重要的角色 是 很重要的嗎 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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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重要的 應該是 在原著裡面 當然看到 在這裡裡面 他已經很著迫地鋪了一條 類似愛情線的物體 我覺得先在說愛情線之前 我覺得先讓我很奇怪 就是 為什麼會有些蒸氣機 類似的東西 是出現在這裡的呢 這樣嗎 這個都不要緊 之後外面有一個雅彈 是一個飛彈來的 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在看這個 那一刻修飾 我已經開始看一看 我是不是在看這部電影 好像是很奇怪的 是經驗工戲 科技官好像錯了 很重要 他也有難看 那些都是機械的東西 機械的東西 又不要這樣執著它 彈飛彈 你不要質疑 你看到後面有左夾車 這套東西的愛情觀 其實是很著重的 最初你會看到 艾倫和米卡莎 兩個角色 其實他們好像對對方都有些 套感 感覺 當然兩個都好像不多承認 兩小無差 小個 二十幾歲 沒有二十幾歲 我一直看這套戲 都覺得 他一直在說愛情 然後到他們想偷偷地 去看看城牆的時候 城牆外面的時候 然後就被一位大叔捉住了 然後那位大叔 就跟他分享他當年的愛情經驗 當年我也想帶你媽媽來這裡 然後我就被人捉了 就去了坐牢 然後你媽媽就給你現在的老爸 不是啊 他就分享了他的經驗 就是說 我當年的犯錯 就是帶你媽媽來看成長 你千萬不要再重複到我的覆轍 最重要的是艾倫 你知道吧 小孩子一定是害羞的 他口眼地否認這個 不是啊 不是看女生的 不是啊 不是看女生的 他被人捉住了的時候 他問 這是不是你的女兒 他就說 不是 不是我女兒來的 那就是 什麼啊 沒有 帶朋友 然後他的動作就說 不是啊 其實她是我女兒來的 這些口眼深遠的東西 都是青春其獨有的東西 當然 其實是沒有當中成人的 他那個反應就是 蛤 那是這樣的嗎 哈哈 他就像我在看Gaslack裡面 有 有 那人說 我什麼時候做了你男朋友 那是不是表情來的 所以艾倫很高明 我明白 最終之前 有一幕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因為 我還沒擺脫到 跟這個沿著的思維 所以我看到那一幕我覺得很好笑的 那就是艾倫見到 米卡莎黑癡 一般打黑癡 那就是雙風 他可能是凍 然後就把他的圍巾 給了米卡莎紅色的頸巾 我看完之後就知道 那條頸巾是很重要的一個象徵意義 就是結成了這個 加全部分 是的 艾倫和米卡莎 當年艾倫救了他 也都令到米卡莎的人生觀 一夜改變了的一個事件 在這裏 是變了打黑癡 因為他凍的關係 所以變成了藍頸巾 這件事跌窩跌得很緊 那一刻 我想問一下 這條頸巾好像後面沒有了 有 有 這條頸巾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這條頸巾無論在電影版 或者動畫裡面 它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會提前一點 在動畫裡面 因為講到這條頸巾 在漫畫裡面 就是因為影響了米卡莎 米卡莎 所以才按 對艾倫這個 叫做 一心 一心 因為這件事 去到電影版 只是因為一個 核刺 所以這條頸巾自然 不是太重要 當艾倫在後期斷了腳的時候 就像黑癡一樣 打了之後就沒有了 過了去 是可以丟掉的 所以他也是 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這條頸巾 是不重要 當我實在有檢測法 你再理解 這個劇情 又發覺原來是有它的用意 證明這套愛情片 這裡不需要什麼 什麼新離死別、以死相搏的劇情 一個黑痴,一場好像戀愛半黑痴 剛才我們用了五分鐘的時間解釋愛情動作片 愛情之後當然是要動作的 但很自然之後就由巨人來襲 因為城牆是很巨型的巨人 這個也跟回原廚的套路 而且要賺他,其實那隻巨人是做得不錯的 過一個,過一個是OK的 其實那隻巨人你會覺得有氣勢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他噴很多熱,看不清楚有幾具是什麼 不是啊,這樣就精彩了 右手就贖,什麼差都沒有 喂,你不可以這樣的 日本就是未必CG那裡可以撞贏你 但會演出撞贏你,我覺得這要欣賞 你如果由頭到尾都是這樣 但當之後見到雜雀型的巨人之後 你就會覺得那些巨人像什麼呢? 像一堆不穿衣服的變態佬 他們是差點什麼呢? 差點江濕漏 那些叫癡漢 除了江濕漏,有男有女 他們除了江濕漏的老體狂 而他們的樣子是很猥瑣的 再加上他們的聲音一絕 他完全可以拍那些另一方面的愛情動作片 不是,那些拍喪屍片,奇行種 我反而覺得這些人做得不錯 那些巨人做得不錯 是,你一方面的趣味 我記得那個弟中哥的阿叔 其實那時候我也挺想問的 那個超大型巨人 爬上了牆上 然後鏡頭拍著 有些東西就飛下來 打垃圈村莊 其實那些是什麼? 你回答我 石頭啊 他們好像隕石般掉下來的那種 好像有些... 天殺被囚犯的 很難令我覺得是那些 城牆的石頭這樣飛過去 他有好幾幕 不知道是不是有抄河流電影的 有幾幕很熟的 待會再說 我現在抄了天殺地的拍照 而這一部就開始 照回劇情就是 在外城區裡面的農業區 受到巨人的襲擊 其實這裡花了很大幫忙 你看到其實整套電影裡面 襲擊的場面最多 是這裡 很多人說 怎樣無助 怎樣去混亂 人為什麼有本性暴露出來 是在這一段落裡面 我覺得這個段落 其實是這一套裡面 不計沒有殺巨人 其實是比較好看的 其實抄得最好是這一幕 他真的做到那種 在那種絕望的感覺 本來是一個和平的地方 一時間好像打亂了 還有一些事情很有趣 你看到他拍得很仔細 例如他城牆那些士兵 他們平時跑 他們說你認識他們 我們要放火炮又怎樣 第一件事真的跑 180度扭轉 就是說 平時對城裡面 什麼都知道那種城牆 不是 這個是正確的 萬一如果不小心點了那個炮 一旦死去城牆 明天刮了一個洞 這個負責了 這個問題 漫畫裡面的炮在城塵上面 現在是城塵裡面的 那就是 他預料他們集中 他們全部偷看劇本 偷看劇本 偷看劇本 也是這個電影裡面 其中一個的精髓 這個精髓 對 這一次我有一位是看得笑的 一開始這樣說 就是阿爾文的父母 一開來就出場 然後他爸爸再出場的時候 就是被一個人拿著 然後阿倫看到 咦 他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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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我不認得不出來 然後他最低色的 就說 其實那一幕 說阿倫沒有東西 阿倫幼稚了 其實的意是什麼 其實那裡的意 就是 阿倫其實是一個 不武政業的人 其實他花了幾分鐘 然後他一開始 在山丘那一幕 其實他一開始 塑造到阿倫的形象 是很差的 我也說 他是一個 不武政業的中二病 他經常都認為 他經常都覺得自己 說我是主角 我超強 我是地上最強 地上最強 我是地上最強的男人 我是地上最強的男人 自稱 孤狐自稱 但是沒有封道 幫人做事 我們不是地上最強 重點是 我和這個長老 楊姐都討論過 在一個 至少在動畫和漫畫裡面的鋪排 就會看到 艾倫是塑造到的形象 雖然他也是喜歡 一開始是個死小孩 但是他也是很明白 為何他出去外地 就是出去外地 他有個理由 因為他真的想見識這個世界 不是追求他嗎 不是其實 他在這個動畫的 OK 我們只是說電影版 我們只是說電影版 對 阿蘇都說 你帶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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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電影版 真的很糟糕 就是在於 你感覺到 艾倫就是一個鄉下仔 很悶 鄉下的 你明白嗎 你原作也好 你動畫也好 你壓力是親眼 看到很多人 偵察兵團出去 回來死了 出去回來又死了 但是劇場 電影畫面是沒有這件事 不是 真人版他都沒有說到 就是調查兵團 其實他在後面 其實他在這些東西 他在後面 你見到阿蘇說 我們終於申請了 提出了政府上面 批議了 讓我們出去電影圈 可以正式開放出去 然後還沒出現死了 不是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他就這樣 對人版來說 是比較合理的 他是想削減了一些 無謂的設定 尤其是這些作品 電影畫 其實一些設定 他一定要捨棄 不是 他要重新編排 去縮減劇本 他那種是少年人 想去冒險 那種心情 整天都覺得自己是 不應該困在這 我應該看這條寸道 我應該揚名立萬 尋仇大業 我爸媽死了 這是典型主角病 應該有一些天賦奇蹟在我身上 是不是 天殺孤性 重點不要緊 總之應該這麼大問題 是因為 如果你記得動畫和漫畫裡面 第一集一開始 艾倫已經說這個 難道我們好像被人圈養著 好像加速一樣 電影班不是在這裡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剛才說這部是一部散略劇情的電影 當然是因為 本身就是 米卡沙 因為去救一個小孩 然後就 救個BB 然後艾倫被困在教堂裡面 然後最後 這一幕其實是很奇怪的 這些巨人 在艾倫出來之後 全部都散了牆 然後我就說 剛才不是在吃東西嗎 是不是 是不是 剪了一些片 不是 為什麼艾倫出來之後 巨人是會沒有了 剛才都還在外面 在那裡 喔 那些巨人去了吃 他感受到艾倫是自己有來的 不是 在這個電影版裡面 那些巨人去了吃教堂裡面的大餐 那不是沒有理會過艾倫 但是在外面 還有在吃東西 但是艾倫出來之後 整個畫面是沒有了個人的 電影沒有錢 接著就變了外面 變了廢墟 不要緊 他哪有這麼多時間 他哪有這麼多時間 動畫版就說 艾倫是搭了船去內陸區 在電影版裡面 一飛飛了去 原作 人家是訓練完埋了 兩年後 這些愛情動作 過程是需要散略的 我也覺得不重要的 這個可以給他的 訓練一點就算了 他終於訓練了 他終於訓練了 OK了 這個我覺得 還有很多散略是正常的 你看看他後面 其實有什麼戰鬥表演 還有以前在這裡 哪有戰鬥表演 只有太多套租位 我們不能在這裡套得太多 故事其實說 去到兩年之後 就是艾倫就因為 那女兒死了 非常憎恨這個人 那我的中二病 又可以繼續發誤 我女兒有死嗎 那我當然是有福仇心 那當然可以混死女兒 拿來這些東西 是啊 然後兩年之後 就訓練完成了 他們就是要搶回這個 愛城牆 愛倫一開始住的地方 鏡頭一轉其實 在這裏 其實在電影裡 是花了最多的時間 就是這樣 跟大叔重逢 然後他就說 艾倫你沒事 實在太好了 然後我看到 開頭 其實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 為什麼後面那班人 會看著說 你們做演員 不是做得那麼不專業 你們在排著拿飯 是很難的 看著那幾條人說話 為什麼呢 重點是 Cellet Fair都懂得拿飯盒 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們不快點閃開呢 原來之後 就發現是被薯仔妹出來的 被薯仔妹出來 他是花了兩三分鐘時間 就告訴他 這個人很大食 重點是什麼 不是啊 後面不犯的爐 比大叔 好像王莉 這個人大食 和劇情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貢獻的 唉 這些大人的東西 不是 他咳了那幾條 三個男人說話 你說了很久 要吃東西 在論飯 知道嗎 你明白嗎 這些電影裡 賣女角很重要 給一些時間 那些女角 簽了那麼多錢 這個片酬回來 都要表達她的屬性 屬性 那都是一幕夠了 不用第二幕 又繼續在這裡吃飯 他只有這個屬性 喂 這次那幕有什麼 那幕很重要 還有感情線 還有阿魯米在旁邊 好老實說 你入場看《進擊之巨人》 其實是想看人類怎樣跟巨人打 但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得最多的是什麼呢 人類跟人類打 我想說 最重要是什麼 我一開始都怪責這件事 但我發現怪責是錯的 因為這個劇情真的有復筆的 我發覺原來 為什麼要跟人打 不過不要緊 不要說 總之呢 這個劇情也是看到 艾倫和少爺在那裡打架 看到艾倫其實挺好臭的 好像是 不重要 他們就要出發跟外城區裡面的一個部隊 去會合 撤合 什麼部隊 只有兩個人 兩年之後 你兩年前 終於見識到巨人的威脅 經過兩年的訓練之後 然後跟著 跟著 所謂這隊的調查兵 雖然是新兵 但是我們看到什麼呢 他們在高樓大廈被巨人襲擊 即是復擊那一支 我是看到一件事 其實你們跟平民是沒有很分別的 大家都是走的 他們看到巨人之後 說巨人啊 然後 然後 巨人 真正常 大哥 希望你當他們沒有實戰的經驗 對 他們都說過他們是雜牌軍 我覺得撤退這件事最好笑的是 第一個撤退那個司令 不是很簡單 不是 司令沒有撤退 才說 不要出聲 不是 那個死了的不是那個 是那個 阿爺級的那個人 不是 那個女生說 西聲點 然後 被巨人家 出來說 不是 你們專技 不要再撤退 然後就死了 不是 最好笑的是 整班新兵 平時在漫畫的人 很碎 就殺了一些裝備 他們一邊跑一邊穿 扣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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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先說一個重點 在這裡 艾倫那個狀態還是 他為什麼要殺巨人 因為要報仇 幫免他報仇 好了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 那些人為什麼要襲牌軍 就是看到他們明明知道 是斬腳人後頸才是一個要害 但是他們用得最強的招數 那個人 是用一個巨人過見術 OK 哈哈 我看了那個劇場 嘩 真是過見術 那個人 巴沙卡 下巴巴的地下 船風會這樣斬 短小劇場 他在 喬這個巨人的腳 一下就把巨人掛低了 我覺得斬腳跟這個位 我也還接受到 其實 是一個策略來的 就是說你不熟練用這個立體肌肉裝置 是啊 我不怪你 他不是不熟練嗎 但如果你個肩數都能出到的話 其實不用用這隻小數 這個很有可疑 應該不是人類 應該是福不利 我覺得他的實力 他絕對是一個超人 我想起 其實電衣創 也說過 他想畫的漫畫 其實都是巨人MMA 其實那一部 可能看到他挺開心 哇 想不到可以挖人對巨人MMA 這部電影更棒 所以這部電影 那些人差了什麼 他差了一條變身腰帶 哈哈 是啊 總之巨人過見術 才是最強的招數 我們發現 這一節 講到的 其實就是 最主要就是 Mikasa再次出現 還有那一幕 忍住一下 那一幕有一個很刑棍的一幕 一個很華麗的鏡頭 在一個倒影裡面 你看到一個女士Mikasa的女生 幫一個阿叔 阿叔 不對 一個男人 一個戰線 我說 你在說不清楚 在一個陌生裡面 月光陌生 然後你叫一個男人 在那裡 雙手揮劍發發發發發 很偉人的時候 然後心想到 嗯 其實沒做過事 然後有一個女人出來幫他 把衣服 把衣服 但我問一下這個時候 外面的人不停死 不停死 快來把衣服 我們出去了 走掉了 對 最終放了姿勢 那一幕 那個反差感 我不知道 不是那個電影特地營造 很成功 真的很成功 我回想到周星馳的電影 聽到有一個人叫 Dolstun 轉個心 然後人家都拿著杯面給他吃 沒錯 我覺得那個畫面很像 最後就是 我們認為應該是 代替冰獎的一個角色 什麼冰獎 我不會成功的冰獎 不是 其實開頭入場 我在想 電影碼之前聽過沒有冰獎 我想 會不會日本那邊找不到 一些1米6的能角呢 或者可能 架山艙 你知道現在原作 因為冰獎人力太高 架山艙不能殺他 我想試一下寫一個劇本 現在電影碼他有份參與 寫了劇本 沒有冰獎的故事 看看是否接受 試水溫 我想會是這樣的理由 放入場所說 好像不是這樣 我現在才理解到一些人 看完影評之後 一些人很強調說 沒有冰獎 這個故事就是沒有冰獎 原來不是沒有冰獎的意思 是有一個好像冰獎的人 但他不是冰獎 他的角色也取了冰獎 但問題 因為他已經高過1米6了 他的扣女 他的NPR 他的設定 讓我們感覺到 他就是冰獎 他也是冰獎 他也是冰獎 但他的作用 其實也是一樣 各位聽眾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建議你 入官網看角色的一頁 按下一個 第二個角色 艾倫之後 那個是冰獎 你會問我 怎麼看這傢伙 都是像那些四十歲的阿叔 下去蒲巴那些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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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冰獎 不要質疑 他索到他的角色 也是這樣 是 整套這支巨人 其實說的是 人類已經變成被圈讓的格子 就是他從兵獎的對話 輕輕帶過這一節出來 就像說一個道理一樣 兵獎第一個設定 在這裏見到 金具製造機 是 這段劇情 其實重點並不是 為這套作品點提 重點就是 我都說過了 愛情動作片 最主要是分三段至四段的 愛情動作場面 一般的愛情動作片 包括通常都是 結婚前 結了婚後 和NTR 最主要都是由這三種的橋段造成 而沒錯 這套《進擊之巨人》的愛情動作片 它都是完全濃縮了 包含了三段的愛情故事在這裏 包括我們一開始看到 冰獎大人就告訴他 我甚至懷疑其實是 我有些妄想的成分 我甚至懷疑 你妄想什麼 這一套 這一套作品 除了血腥場面被剪掉之外 在那三段的愛情動作場面 裡面都應該是被人剪掉 剪掉了 這個動作沒有了 米卡沙那段 應該是看到什麼 艾倫和艾倫看著冰獎和米卡沙 有些煽情的動作 不是 前面有一段很棒的 即是米卡出場 都起手都落片了幾個人 然後艾倫問那個 不是米卡沙 我已經說到後面 我知道 你沒有那個 因為技術那麼好的 我教他的 又被你鬥 又被你鬥 你壞壞 所以現在就想 第一次就是 艾倫和艾倫的橋段 就是什麼呢 艾倫再跟他說 你沒事就真的太好了 然後米卡沙是怪責了 我那一刻在外面 你在教堂裡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我打算你來救我的 你小時候 你又說到自己 整個主角是死本 你怎麼知道是廢的 你看看我肚子有傷痕 肚子有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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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有其他意思 OK 但重點是什麼 那時候他回收了一句名對白 就是這個世界是很殘酷的 然後 但這個是未完 因為你之後才看到 那個世界是多麼殘酷 哈哈 那時候 那個阿叔隊長 阿叔隊長 不是兵長 阿叔隊長 對不起不是兵長 對啦 那個阿叔隊長出來了 以一個四十幾歲的阿叔 去葡巴的姿勢 從後 橫抱手 不是啦 咬蘋果 是很有勝意味的 我覺得那一刻 當然有 先咬蘋果 然後咀給那女兒吃 你吃我的口水尾 然後再吃那女兒的口水 然後看著眼睛 你感覺如何 你現在感覺如何 然後還手好著 然後有阿Pen說 沒有啦 寫寫機會 我明白了 為何不可以一米六呢 太矮呢 吶到頭上 還有看到 米卡沙在 隊長的時候 通常他不會說話 阿隊 他多久不在 他才會跟阿倫說話 發覺 已經調教完成了 你明白 記者在哪裡學你 第一 第二 阿倫在心想 世界真的很殘酷 一個要戴綠帽 男主角的世界 怎麼那麼殘酷 我們一直沒有說 還有你那個人妻的角色 這個人妻在安慰艾倫的時候 這個真的很像愛情動作片的橋段 即是那些人妻 地方的母親 需要後輔 哈哈哈哈 當在人妻安慰艾倫的期間 他們看到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快要結婚了 這些擺明是 婚前性行為 他們打算是 不是啦 這個都是癡男怨女 一直都在 我好害怕啊 不用怕 不用怕我會保護你 這樣 總之他們兩個 終於在那裏搞些搞老 即是他們如果用一個 用一個生物的角度來看 就是什麼呢 當生物遇到危險的時候 他們就想留下自己的下一代 可以斷橋效應 這些是很失禮的行為 當然 當然 當他們 艾倫和人妻見到這音樂之後 他們開頭都沒有什麼 然後 其實 我覺得那音樂真是正的 那音樂真是 很安靜 我完全猜不到的劇情 我看到一個人妻出去脫扣 你不是打算搞我 我看到前面 前兩陣子的弟弟 在戲院那裡 哈哈哈哈 這音樂 這音樂那個位 其實我開頭 他安慰他 然後他就說 那個女兒 你的女兒 然後他就說 然後我開頭都說 我沒有什麼 所以我打算說 你是不是真的當作是什麼 影射了好像一個小朋友 然後你發揮你沒有愛 你的老性發揮了出來 所以想安慰一下這位男主角 你打算做一些角色的鋪陳 你純粹是猜錯了關係 但是問題來了 這位人妻 是為了 他自願去出征 是因為他可以有善養費 去養他的女兒 總之一切都是為錢 然後 然後跟著 但是 你 Supposedly 為何你會覺得 喊良做 喊良做他後腹 如果假設喊良做他後腹的話 那 是有什麼 是可以有得著的呢 即是說他搞都搞冰獎 你有明白 這些是你正如剛剛所說的 這個是生物的本能來的 當你去危害的關頭的時候 都會想留下一些東西 不是啦 他講得清楚 撫養金是物質 但精神上的不夠 那句說話 他不是說阿倫做後腹 他只是一句 用調情的句子 OK 即是他純粹是誰搞的 世洛 撫養金我都有錢 怎樣 我肯定那個導演一定是人妻紅 看過很多人妻片 這句一定是改對白 我很肯定 那個劇情的將來 我肯定是覺得 我們剛才說的那三段影片 他應該是每段少了十五分鐘的劇情 而我們是看的 我甚至覺得 是不是其實是香港版 沒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版連這個舞微糧都要畫一條線 他這次極端到就是 就是為了剪掉每段十五分鐘的劇情 他加了三段巨人大戰出來 其實那些真是配菜 所以那些巨人大戰 我們覺得這麼奇怪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是香港拍的 不是說不定BD版 會補完這十八金的角度 我誒 不要誒 我只是那些巨人爆章 香港哪個位置 看過沒有三級版本 就先跟你們說 我看到那個位置 這套真的是愛情動作片 我入場前已經這樣說的 你們不信 我們信了另一個角度 我一直都信 我知道 就算是連好術的樹齡 我那時候看過他 看過一幕的時候 忍不住貪他 他有一個 做什麼啊 表情看著那個畫面 當然 我那做戲的時候說 我那個表情是說 那十五分鐘 還給我 中間有些戲 中間有些戲用 去哪裡 導演也是分明要創這個角色 唱得上拍你 而在那個位置 我在那個橋段裡面 我深深明白了 就是 劍山創這套愛情動作片 是愛散略過程 原來刪立了這個過程 這套也是很厲害的 就是三段的劇情裡面 三段都是搞不成的 說不定搞的 你不知道而已 他剪掉了嗎 肯定沒有 這一個人妻那一幕 人妻那裡放個手 去衣服裡面 我意思是 之後 他馬上看到巨人的特性 劇情一直都是說 巨人就是不可以吵 不可以很大聲說話 吵醒巨人 但我發覺 如果真正要弄死巨人的方法 一定是放閃光 他們整班那些灰索阿叔 根本是去死去死了 好癢 好像叫法哥 說給人妻 地方的媽媽 放閃光 你想想那些場面 巨人在外面偷窺 對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怪我 那些是去死去死軍團 我也想到地方的媽媽 然後就 把地方的媽媽擠走 你一直在說 人類的聲音是會吸引到巨人 那些叫喪屍 什麼聲音 我會懷疑 是少了15分鐘 所以 是少了 他一定是少了些東西 原來 我不是我三級贏 但如果照劇你來說的話 應該是少了些東西 我明白人類在那時候 抑制自己的聲音是比較困難的 的確 我也覺得 所以是開合理 我已經撐住了 我現在明白你的說法 而我肯定 我不是看過那一幕 我覺得我看少了些東西 我是看過那一幕 我根據起承聲音的劇 他一定是少了中一的女幕 而這裡唯一的牽使 告訴我們是什麼 就是少了聲音 如果在那一幕裡面 如果你要推理 聲音是什麼 那 鑑山座這件事真的是很成功 他真的讓我想到 他肯定是少了那一幕 不知道聲音就震動 才知道震到什麼樣子 我過來看看 而為什麼那裡會巨人 會首先廢 有一個很強的理由 因為那裡有兩對精神 距離比較大聲 我本來以為是那些美式經歷片 那些殺人狂 一定是殺那些要做愛的男女 我原來是這個意思 那也是的 我看不透 這個位置的起承主 是很成功的 你看得多 你的邏輯是比較好的人 你一望一望 你就知道 你再對回到之前裡面 他唯一說過就是吸引巨人 巨人已經晚上睡覺 那應該就是誰 如果一個睡覺的巨人 為什麼要吵他 就是因為聲音 那如果一對男女女在那裡 可以發出什麼聲音呢 那其實你是猜到得到的 如果說起聲音這個 其實你出門那一刻 那一閘是開的 我不信他都沒有聲音 他說車上都沒有聲音 他說車上都沒有聲音 你說車在吵著 然後那個城門都還要 嘖 你聽見 他說的是人類的聲音 沒有聲音 機械的聲音 是沒有聲音的 這一幕是有得兜的 唯獨那隻巨人偷盔那一幕 你是永遠都兜不到的 重點是 我已經幫導演想好 那十五分鐘沒有一個劇情 要說什麼 不要那麼大聲 不要那麼大聲 會吵到那些巨人的 揹著嘴 揹著嘴 不要那麼大聲 然後那些聲音 我已經不發出了 總之我覺得很高張 導演是給了很多幻想的空間 大家觀眾腦內補完 這個是真正的有才 導演才做到 真正的愛情動作 其實都說什麼 散了這個過程 但是你會了解到這個過程發生什麼事 沒錯 你會連續在那裡 正所謂幻想才是最強的創造力 所以我說 但是 艱辛賽是沒有說錯的 他真是想拍一部與別不同 即是說 他不是再說普通的巨人 即是巨人殘殺 或人類絕望的片 他拍了一部另類的愛情動作片 但是 了解到中間裡面 那些過程 他是錯過的 但你知道是一定有發生過的 那裡完全是本子補完 簡直是 真的是本子補完 大家不要懷疑為什麼我們這一段要說 因為我覺得這一段才是這套電影裡的客戶 之後那些已經是配賽 不是太好看 我開始的 不是啊 後面也有精彩 之後也有精彩 之後也有精彩 叫做什麼 巨人來襲 又在複吉叫你 最划死的一件事就是 艾倫 就是因為 大家不同解讀 你以有不同的解讀 才能分析艾倫的心理 就是艾倫說 他不想被兵掌 這位兵掌的角色看死 然後他就說 他做到 我也做到 只要我做到 我的女兒就會回來 他意思是NTR 不是 大家要看一下 當巨人衝突的時候 Mikasa衝他去砍的時候 我們艾倫在跑樓梯 裝裝備 裝不了 還沒裝到 救命了 他走了幾分鐘 我忘記了五六分鐘都走了 不要緊 總之我記得 在那一幕之前 艾倫的對白只有兩句 Mikasa Mikasa 還有啊 那些是打他人的聲音 聲明先 那一幕其實是需要 他們不會去作戰 那一下 即是用立體機動裝置 那一下 原因是什麼呢 他見到兵掌 站在高樓大廈上面 然後對著他 尹少 尹少 還有吃蘋果 尹少 然後他就說 那一幕 你如果對比 剛才我們說 愛情動作 那一幕就是 他選了那一幕 什麼呢 艾倫被艾倫目擊到一些東西 所以他才要那一刻 燃起了他的紅豆豆的男子氣況 那一幕真的很有性暗示 那一幕 他是看著艾倫 笑淫淫的看著艾倫 吃著蘋果 跟他說 飛啦 飛啦 跳下去啦 飛啦 去啦 去啦 這樣 那一幕 我是因為 我是看到 《人妻》 我真心正正明白了 這套東西 說什麼之後 我在裡面就是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他真的完全是可以 將所有中間的條件 拔掉 他只是靠前面 前文 投理 還有 合 起床 起床 你就已經可以知道 他們中間發生了多少的恩怨評審 他是自己本身已經拍到三分鐘 韓人進擊的巨人 本身已經可以 他自己 在這套東西 其實是最划算的 跟著艾倫就 飛啦 飛啦 你見到冰準 你見到冰準在那裡 冰準在那裡 就變成了 他是一個龐屬 現在起步的時候 艾倫就一下子飛起了 然後 這樣飛起其實是不行的 立體機動裝置 其實是不可以這樣用的 但是用立體機動裝置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害怕 你一定要勇敢衝到巨人身邊 但是要留意一下 因為巨人也是會攻擊的 所以你在用立體機動裝置的時候 你記得就要鮮美他的攻擊 當然啦 鮮美攻擊也是靠技術的 當然 到最後艾倫斷出的 當然 運氣真的不好 運氣太不好的 都是一種技術來的 你沒有運氣的話 你有幾個技術都要用 所以大家用立體機動裝置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 他中間沒有說到 女的手把手教的 男的 有幾隻 沒有把手 手把手教的 不是 是 不同的解讀的人 在起承轉合 你不要說 女的手把手慢慢教 男的 前面有幾隻 跳下去實戰 實戰 學習知不知道 傻仔 出了他像獅子王 等等 以我解釋的理解 男和女的用口教 女是用口去咬蘋果 男是用口去咬蘋果 差別多一點 他很技強 對 由頭到尾 你看冰掌做的事情 是最棒 為什麼是Picasa 其實那麼好 我教他的 大家明白 明白的 就是因為這樣就斷了一隻腳 斷了一隻腳就趴在那裡 然後就對應回我們一早 較早前的那一段時間 就是米卡沙 看到他之後就看一看位置 一個黑癡而已 純粹以感情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 不夠他 我不會令到我對米卡沙的印象差了 因為有什麼呢 我和你都沒有感情的 從頭到尾都是 加上他之前在艾倫 好像拋下了他的那樣的感覺 現在我已經是兵 隊長的人已經是 那我不夠了正常 隊長在上面看著 就算是隊長的人 都不得了 這個真是重點 他又是小佐一望 他真的小佐 兵長又在咬蘋果 隊長 你夠了夠他 現在忠誠時間 你咬他了 我回去打你 不是 你這樣 隊長沒有說這種話 那一望應該都是 小佐 吃蘋果 吃蘋果 小佐和我就是 兵長在咬蘋果 看一看那邊 然後米卡沙發現了 就說 不行的 我現在救了一條舊賽 不是 其實那一幕應該都 skip了少許 你見米卡沙站在屋頂 看著他後面那隻巨人 再看一看壓力的方向 再看一看巨人 再看一看壓力的方向 其實這裡是 錯了鏡頭的 他應該是什麼呢 看一看巨人的方向 看一看壓力的方向 再看一看後面的兵長 所以 那一幕是把 看巨人的那一幕 再剪了出來 再放回我 沒錯 我暫時 很強 You got it 所以說 他在這個隊長的監視之下 他絕對不會夠壓力 整條漫長被突破了 我們主持其實 這套東西 我們是很質疑查 他是剪了大量的片段 他用了大量的片段 去paste了下去 成為了這個 這個中間 原本不是一口 這麼簡單的作品 不是你一定要用路去看 這套東西 很有心度 很有心度 他也說 人類 兵長那天 人類是不可以做加速的 你不做加速就是什麼 你要思考 你要思考 所以很多觀眾說 這套是笑表 我絕對不覺得 我一定要用路去看 這套東西 其實你一定要用路去看 你會覺得 這套東西 它是 很多的劇情 它是靠思考 你是能夠得出結論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觀眾說 我們不要花一個星期說這套 我怎麼可以不說 這麼大做不說 因為它橋段 橋段之下有很多性暗 不是 很多暗示 它有很多暗示 OK 是 所以 我們絕對不是說壞的 但這套東西 真的說 他真的想說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這樣解釋 我看到劇前 不是這樣解釋的話 我解釋不到路作品 沒錯 在暗示斷劇之後 其實中間裡面 就是因為很多 剛才我說的 我們這些新兵 其實是跟普通平民 是沒有很分別的 是啊 周圍逃 然後跟著 剛才我們說的 第二對在熱戀中的情侶 那個男的就被人攔腰 攔腰斬了一半 斬了一半 有咬了一半 不是斬一半 其實有印象漫畫裡面 都是同一個劇情的 其實就是 阿努米落地下的時候 看到就是 你算了 不要再介紹他 那是大叔看到的 這裏是被大叔看到的 但是 在漫畫裡面是有 阿努米看到的 然後 這裏你們都覺得 不是重點 這裏也是少了一幕 本身大叔 是拉開了那位女生的 然後到我們再見到這女生的時候 這女生已經是蠍絲底來了 是比剛才更加蠍絲底 甚至有壞點的成分的 然後就衝上車子 說我不想生存了 其實這音樂很奇怪的 大叔 拉開了他 然後跟著 你很大一刀給音樂就是 這裏應該是大叔拔不住他 然後他上車 然後大叔去了哪裡 大叔是不見了人的 大叔走了 其實大叔是看黑手的 為甚麼 這裏這一幕 你記得是跟著一輛車 是被人偷了一個蒙面阿叔的 那個大叔拉走了一個瘋婆之後 說 你醒了 然後你放炸彈 你燒了就炸彈去了 然後跟那個未亡人說 你還說 是不是很相同阿 藍姐會不會仇呢 你現在呢 你現在呢 有車在前面 他截住那輛車 就是少了這一幕 沒錯 哦 You got the point 其實是NPC 重點是 我都記得 二人仔說的一件事 其實那個人妻 未亡人 未亡人 那個人亡人很果斷 他先放火 哈哈 再上車 我老實說 作為一個滲兵 又沒有甚麼作戰經驗 你怎能夠這麼準確去估算 就是你的車衝過去之前 嘩 多久才會爆炸 所以夜人者的推理 這個推理是可合來的 肯定是有一個資深的士兵 告訴你 怎樣火之後呢 你一定要一分鐘衝過去 否則就會爆炸 重點是那些火給我來的 立體的微動光子 裡面沒有任何新火裝置 火一定是把牙縱給他 他借火 他經常拿去酒 有煙的 那一幕真是 那個不可以比美 這個湯哥老師的職位工隊 整件事行雲流水 只有他 雖然沒有作用 當然最後他就是 其實我覺得 傳播那個無面那個搶車 真的很悲哀 而為何 可以叫做甚麼 合理化夜行車 這個推測原因是甚麼呢 大家記不記得 大叔是曾經說過一個對白的 甚麼 我想追求你媽媽 很想和我的老婆和女兒見面 我老婆和女兒在堅決裏面 你如果炸好這個城場 我就沒有機會死了 他要死衝馬在巨人那裡便會死了 而這些心態上是很難說的 不行的 我和女兒要團結的時候 要一些親民車進來喝酒 那當然可以先拖幾個過去 當然是開心一下 那他應該上馬車 這個故事的教訓就是 任何人千萬不要惹這個顛貨 嘩 那個忍制心股 這麼厲害 這件事沒有可能的 然後說到劇情就是 阿爾文就 快被巨人吃那一刻 阿爾文就救了他 因為這個人其實已經萬念俱悔了 無論有沒有事都過劇情 有一條女兒想我 她被一隻個人吃中 然後在我面前 我的前度 看著她 無論有沒有兵長 看著那一幕 她不救她 你說得不夠精彩 我病犯天殺故性 出生死也罵 拖去我那邊殺了一隻手 她又無謂了 接著攬著我們車角胸 她就吃飯了 萬念俱悔我下面都沒有了 她那隻應該是死亡死亡之鴨 她下面也沒有了一隻腳 OK 這樣也沒有了 放下車 阿爾文你做好地的 你有番薯女 救了你 對呀 番薯女見你了死今晚 然後 好像我的女朋友 她肯定不指番薯女 你是不是又看了這幕呢 你有沒有記得她出發之前 在欄杆上有個小孩跟她說 哥哥給你 阿倫心想我 噢 出馬倫 打得是機友來的 沒有女朋友的 咦 現在我來送公仔 不是 艾倫那時候說 我才不需要這些 我心裡只是向著我 艾倫不想 但艾爾瑪不想死 到艾倫被巨人吞了下肚子後 其實那一幕 跟著那一幕呢 都是全憑大家的想像 那一幕很清楚 那一幕很清楚 第一位說 變身吧 那一幕 變身 變身是一個結果 我們要探求的是一個深層的原因 是 艾倫究竟是為了什麼而變身 因為她那個位置 我答到了 這個也跟鏡花已經討論過 我答到了 但這個位置 她是看到人妻 抱住她之後 她才變身 即是她身為這個人生失敗組 即是什麼都沒有了的時候 腳又斷了 最後救了艾倫的時候 手又斷了 沒有女朋友而已 最重要是沒有女朋友 本來阿米卡山得不到的時候 得到人妻都可以 人妻都可以 被人打好 跟著萬念俱悔 跟著她所有的怨念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去死了這條男子 不行 我不可以就這樣死的 最少我都要報復這個隊長 她搶走了 她搶走了滅加沙 她是報復滅加沙 你明白 這套電影版面 所有人都是去死去死團 當艾倫已經得不到之後 得到去死去死團團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有馬這個推論 巨人的來源就在於 去死死團 喂 這是一個社會發現場 你看看之前 人妻為什麼不會變巨人 一人說她本身有女兒 有女兒 當然是剛才那半做 那個閃光的男女士 因為她有女朋友 她在做的時候就死了 其實最少他們不是人生的失敗 如果這樣 我們是否理解為 奸生創出這套愛情動作點的巨人 我們可能看了一點端 究竟巨人是怎樣來的呢 大家是為了誠實送別的 只有阿倫一個是沒有人送別她的 矮的都是一個羅里 你明白的 你看看阿倫的心情 那時候 現在女兒又沒有了 人妻又沒有了 右手都沒有了 這樣也沒有了 所以還不去死 你合資格都去死 他還要死那一幕 不是身為一個軍人 被撞裂沙場 是被人吞了下肚 他也解釋了一件事 為何這些巨人的樣子 這麼猥瑣 地中海阿叔 大肚子阿叔 無論男女 他可能是說一個社會化的現象 一些人生的失敗組 他們的負面能量 集合在一起 我明白了 他們有一幕討論 那些巨人是沒有性器官的 不需要他們失敗出來 我明白了 一起動作著 我覺得很合理 我們把整部電影 我們把整部電影 失落的環節 我們是施施入球的 扣回一場 我們連一塊拼圖都拼進去 你明白為何他們 全部都是猥瑣的阿叔樣子 因為他們三十歲後 和魔法社 全部都是 性器官也沒有用過 所以不是退化 需要 所以不是退化 並生 在生物學來說 是一些不用的器官 沒錯 之後就是 他不需要再用 自然會沒有了 自然會沒有了 還有他們的需求 就是為何他們要吃那些人 他很明顯就是一眼看見 人生勝利組 還不借你 他們沒有任何原因 這件事很合理的解釋 很合理的 我們已經解釋了 把整套電影 還要解釋 就是被人抓住 看著那些人 究竟是不是在一些 配角的場面 都是旁邊有一條女的呢 我明白為何 一開始艾倫 不會被巨人吃 那些巨人心想 這個都是人生失敗組 看著就知道 都沒有女 看著這個人 那些巨人 那些巨人就是 見到就是 因為米卡西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巨人對這個人說 這個人是同伴來的 將來都是失敗組 這些廢青都沒有用的 他是將會加入成為我們的聖元 沒有錯 嘩 通了 沒了 喂 一來五百里明 一來五百里明 現在真的 大家開竅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 真的不是想要這麼簡單 很需要講 他應該這麼說 大家看不明白 是大家的尋詞太大 並不是這套東西拍得差 導演是很有心意的 到了艾倫變成巨人之後 變成的人生失敗組之後 就開始攻擊其他巨人 攻擊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對他來說 為什麼他要攻擊他們 因為艾倫覺得 是你們令我變成人生失敗組 原本我是不需要這樣做 為什麼這個巨人這麼異常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本來不是人生失敗組 他有三次的機會 第一次機會 米卡西小時候 兩年之後 雖然被米卡西小兵長双了 但都還沒有人生 然後 三分四次都破壞我的 即是因為他說 作為一個人生失敗組 就算你們也是人生失敗組 我也是有活的 我可以被人生用空母襲擊我 你的攻擊過人生做什麼 對方說 我右手 黃金右手是重要的 摸人家的面 咬斷了他 大哥我連這個人也沒有 人生沒意見 這一幕我真的忘記了 究竟艾文斷了那隻手是不是就是摸著人妻的手 左手 左手 左手來的 什麼左手來的 左向右手 忘記了 應該是左手來的 這套真是猶豫在你 可能真的那隻手就是 你連我摸那隻手你都不想說 你都要摸斷環 那我覺得他的憤怒 很正常 很合理 我覺得是很合理 那要想起他的腳要做些什麼才行 為什麼要這麼討厭 即他 即他是不想心非他咬斷了 所以他那些 我先說回復筆 那個阿叔一眼看見巨人的戰鬥方式 他就說 那他一定是艾倫來的 大家都以為那一刻他是偷看劇本 不是 其實復筆就是 為什麼一開始這麼多艾倫 要跟少爺打架的場面 因為他就是復一復 哇打得這麼廢的 分明就是艾倫 都不會打架 就是這樣 其實有復筆的 這一幕其實 我 有些人會覺得 就是 某些事情 突然之間 很多人開要 就覺得這個巨人 很跳躍式 就覺得 這個巨人 就是艾倫來的 你看他 滄桑的臉紅 憂鬱的眼神 蓬鬆的頭髮 還有艾倫 剛才 鏡花也說了 大叔認得他 就是一人認得他的作戰方式 就是很像艾倫 而Mikasa 認得他的方式就是 你要看著那一幕 那一幕的索吉是什麼呢 他是看著巨人的眼 巨人的眼 是突然發出一個紅色出來 是一種是什麼呢 炎仙的忌火 露火令記 他認得出來 這種的露火就是 我見過的 就是在冰獎和冰獎 藍角色蘋果那一刻 艾倫沒有見過的眼神 其實那一幕 是有波幻 所以現在 他都不是偷看劇本 你這個不精的女人 心虛了 你的偷聲貓 他認得這個 這麼憤怒的眼神 所以他才認得 這個是艾倫來的 艾倫 你不是死了嗎 然後他問 你是不是很恨我 甚去 所以那句對白天 會問你是不是很恨我 因為 這傢伙 想不到 其實一開始跟你沒什麼意思 你又自打 自作自受 覺得我是你女人 我現在找來一個好一點的阿叔 你又這樣對我 你是不是恨我 你是不是很恨我 如果你是否最強的 男朋友 找到對象 OK 原來你的巨人 你更厲害 找了回來 很合理 如果不然 他不需要救巨人 最後是不是 有道理 我甚至覺得 在這套作品裡面 在現在的這個階段裡面 其實很多人 是知道 什麼原因 會變成巨人 嗯 假設是變成人生失敗組 哈哈哈 哈哈哈 因為你舉了那一幕 Mikasa 你就知道 其實很奇怪 那一幕 Mikasa 沒有經歷 真的沒有見過艾倫被人吞食 以及落了肚子的過程 他就可以假設到就是 艾倫 就是在那個巨人的弱點 那裡 隔駛艙裡面 不是阿叔說的 喂 快點腳後頸 再遲些腳救不回 然後 不知道 是專家 對 因為戴眼鏡的那個女人 一直不記得那個名字 不要緊 他就說 難怪要斬後頸 不是那個研究生 是啊 那這一幕 如果是大叔講的那裡 你要施贏一件事 大叔很可以 艾倫可能是大叔的兒子 哈哈哈 有來了 超賤 他不是天生褲子 阿叔說的 他多年追他 他追不成 然後被艾倫的爸爸 搶了他 但是搶了他人 裡面那個肉 可能搶不到 所以他這樣 說他敗去城牆 進去要被殺 但沒有殺 所以 研究巨人那個人 其實 是大叔 當你如果用這個假設 你回到那一幕 那一幕 就是 任何人靠近城牆 都是要死的 你有什麼原因 我只是跟你熟 我會去保你 除了那個是個王仔 你是解釋不到任何的事情 你見到這樣的劇情 阿龍去了很多次 有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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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假設他老爸 語重心疼 那樣 如果你學我 他用一個阿叔的身分 說 如果你學我這樣 你的女兒就會沒有了 這個是什麼 爸爸教我兒子 追女兒 是循循善友 那樣追他 其實我反而有個大膽一點的假設 更大膽一點 當年阿叔追求媽媽的時候 想著萬念他父母 拒絕了他的時候 想著造成這個人生失敗組 他就立志去研究這個人生失敗組巨人 然後 他本來 自己想變造這個人生失敗組巨人的時候 然後他媽媽跟他說 我有了你的兒子 那種感覺 應該是 不是 我明白為何 最初衝進來巨人的時候 整班前面守城都死了 只有阿叔沒有死 他是巨人當然不會死 明白嗎 就是平實來的事 我們已經 然後潛回去整場面 所以他那句 其實都是想混入兵 這個軍隊裡面 感覺自己沒有那麼顯眼 如果回到這個劇情 如果 大叔是一切的陰謀者的話 我們再配合 就是他拔著那位 未亡人的身兵 然後就是 我們誘導他 去令到就是什麼呢 成場的最後的債入 用不到就是因為什麼呢 他也是巨人的一份子 是 他跟巨人最少應該會有牽連 原來他就是內奸 如果不是他不知道 應該有那麼多巨人的東西 切他後頸會救回我兒子出來 那種 這個真是算中計的報告 中計中計 對 有一堆就是想炸藥 偷炸藥 就不想被炸藥炸到那些巨人 但誰不知在計中計就是 他就是在那裡引誘他 去搞那個內奸那個人 令到自己 看起來不像是內奸 其實才是真正的內奸 嘩 真是很複雜的報告 我明白的 各位聽見聽完我們說話之後 那這套東西是說什麼 其實這套東西 其實是沒有說過什麼 因為這套東西 如果你不像我們 好像我們四位主持這樣 有這麼深厚的邏輯虛理能力的話 我以為是老內保養能力 其實看這套作品 你真是有如坊間 看這套東西 是笑片來的 日本 作為一個動漫大國 大部分 這個其實你看回家陳明 這個世界優秀的人 是二 大部分的人都是六 很少 而最差的人都是二 你是要是優秀那20%的人 才能看得明白這套作品 有大部分的人 有大部分的象徵意義 是需要你解讀 甚至實際上說 這套跟你去看小緣 要看虛緣的圖像解讀 是一樣的 不,我覺得這套有心度過小緣 這樣看的話 小緣至少告訴你 故事《起承綜》是什麼 這套是不需要就做到 是顛覆了一般人的編劇 架構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高 你能夠設身處地 用一個觀眾的邏輯 推理能力 就可以解釋到一切的作品 而解釋出來 就會覺得這套作品簡直是精彩絕倫的 《起承綜》是完全有在這套 我是拍給那20%優秀的人看 我不是拍給你那80% 一般或者比較很差的人去看 其實可能簡直是挑選那20%的人出來 這班人就真的會成為巨型的 就是這樣 20%會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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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欺負自己 這樣很糟的 你見到自己的未來 你給了烏修達叔叔 那些巨人 地中客叔 地中客叔 當然實在說 這套東西其實 他簡略了很多設定的東西 因為其實主要都是說 《進擊之巨人》 其實是 我之前說過 他太多大量的復筆 作為一套電影版 是不可能支援你這麼多的復筆 在這裡玩 而且這套東西還未完成 所以說《間山創》 是一個很聰明的作者 他一直都說過 我是想拍這套東西 我們是想拍一套不同的《進擊之巨人》 他是在說另一些東西 說另一個社會層面的問題 還有我要強調一次 即使看到明哥進去的聲音 也不代表這個人生失敗了 因為你記得兵長 對不起 隊長最後說了一句 原來要打敗怪物的人 自己都會成為怪物 我們只為一個專業的觀眾 都是嘗試打敗他們 對吧 我們正在成為怪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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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浮宅直樹的魔物 一樣 你要了解怪物 你必須要成為怪物 要成為怪物 你看看我看裡面的怪物 已經多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已經在計了 哈哈哈哈 怎樣啊 這個《進擊之巨人》 什麼啊 這個《進擊之巨人》 是 但是這套東西 當然你說 其實《進擊之巨人》 在公關上 唯一的錯誤 是什麼呢 他不在事前裡面 他強調了這件事 你說這套作品 是非一般的巨人作品 這套作品 其實根本就不是說巨人 其實根本是說人與人 都是說巨人 巨人 巨人是一個象徵意義 這個象徵意義 他在表達一種送給 表達了一種憤怒 是一個符號 他表達了一種憤怒 是很抽象 是的 他也說 如果你用家族去形容 就是什麼呢 大家都聽過俗語友人 就是結婚是人生的墳墓 在一個墳墓裡面 就是一個圈組的地方 其實你是可以 成為一個影射的對比 不是 你結了婚 就是放棄這個森林 所以你便起了一棟圍牆 你便可以出去出現 不是啊 哦 你不能出去 那裡是一個獵人的戰場 人出第一句 現在結婚是要註冊的 噢 你會說這個無離答實的事 你會說 為何要為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 為何你不出場外 去獵食 或者被獵食 你要出去坐一坐 少年 所以都說這套東西 你是需要去用腦去看 這套東西不是一套單純的荷里活動作片 它是一套 暫身式的愛情動作片 我還很期待下集 因為下集的預告裡面 還看到還有火箭炮 以及隊長 就是那個冰咀的隊長 在那裡開香檳 一個有玻璃 不是 背景有一個很維新的 現代的科華白色 他穿著白色的西裝 開香檳 這個是不是L來的 很好看 自己看完之後 其實我是很期待下半集 一想到那麼多錢盟後利的解育之後 我就發覺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是真是一個 可能是一套名留千古的 不世名作 哪方面名留千古 他那種 深度上 深層意義 是絕對能 即是叫做什麼 只要你願意去思考 他一直在說 你要思考 即是你不可以不用腦 人類不用腦的就是一種加速 無論你娛樂品的期間 你都一定要去運作你的大腦 你要成為一怪物才能理解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 這套是一套肉群食的世界 你不用腦的話 你就只能夠給人吃 就是狩獵和被狩獵 大家知道我們講完這件事 其實是否都想看 下一個羅話 大家如果要看的話 就真的要磨掉這套電影 真的 你要想成為那20%才能把握機會 沒錯 你要驗證自己是那20%的 你知道嗎 把握這個機會 我最後作為一個主持 跟聽眾說一句說話 非啦 非啦 買非啦 你們去 那你就會明白了 哦 那個非是這個意思 又可以選擇一件事 就是這樣 世界中作 看不明白的人 就是坊家裏面 大量的劣皮 是誤解了這套作品 等同意就是什麼呢 那些人誤解了 驚身創作 當年驚身創作 他出進擊之巨人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看他不好 嗯 沒錯 他現在這套作品 他同樣就是 他在宣發著 就是他那種情緒 眾人皆罪我讀醒 但他現在就是什麼呢 他知道就是 漫畫作品始終有他的極限 不是完全明白那種憤怒 那種巨人 那個失敗組 撕裂這個成功組 那種憤怒 他要靠電影這個 這麼強的傳播媒格 他要去找接受他的同伴 他要找這個人生的成功組 復仇 所以這套東西 從一個訊息來 沒錯 我覺得 無論如何都要入場看一看 好誠狠 無論如何都要入場看 其實你是不是收了錢 哈哈哈哈 其實我已經收到簡訊座的E-mail 哈哈哈哈 哈哈 他已經證照了進去英國 你也成為了怪物 你也成為了 你也成為了 好 今集的節目到這裡 大家怪不得我們說 真的 他真的太多的隱藏苦 有些事情是我看完之後 我看完之後 我那一晚已經在想 嘩真的 嘩真的 這個狀態是 我越想在一個評級 原本又 垃圾到不如 慢慢慢慢提升 提升 我真的 這套東西 一定要沉澱過 要思考過 真的要思考 就算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你更加要思考 不思考我們就要加速 是不是 不想成為加速 就快 先生 快點 飛 飛得很高 我們整班有的 好興奮 不是 你就會看不明白下半集 最下半集 大哥 真的 今天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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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